這些都是詐騙 千萬別上當 歡迎收看 龍不止三分中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晚上好 請問你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了嗎 還沒有訂閱的邀請你趕快訂閱喔 因為訂閱YouTube頻道 它不用任何費用 它也不用加入會員 它是可以通知你老王的影片上架囉 不然像老王現在出國回來了 如果熱騰騰的影片剛上架 那你沒收到不是很可惜嗎 搞不好會談到什麼 你很喜歡聽的重點也不一定 所以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 設定搶先看 這樣才不會漏接任何一集老王的節目喔 好的小編今天要來跟大家談談什麼呢 今天要來談談 現在大家都擔心 美股漲太多了 很多技術指標都過熱 董哥怎麼辦 技術指標有過熱對不對 啊你有沒有聽過鈍化 有 所以有解的嘛 那有解的不用問我怎麼辦了啊 有解就找解方去解就好啦 就不用擔心吧 過熱有鈍化嗎 有鈍化 超買也有鈍化嘛 超買也有超超買啊 大爆買啊 很多人會拿RSI來跟你講嘛 RSI啊這個是這個14天的RSI 然後這個指數啊 這個黑色這個 這個指數是這個 納斯達克100指數的RSI14天的走勢 好 這樣清楚嗎 好 那RSI我們學過嘛 好 如果以美國人來說啦 美國通常都是用30跟70 就是RSI如果高於70 相對強弱指標嘛 RSI如果高於70 叫做超買 超買就是買太多了 你知道就過熱 那如果是低於30叫做超賣 賣太多了 叫做過冷 那你可以看到 他就運用RSI的這個強弱指標原理喔 通常遇到了這個超賣線之後 30以下之後 那股市就容易出現反彈 那RSI指標就容易往上彈上來 那同樣道理喔 如果過了70之後 那就叫做超賣 過熱 股市就容易回檔 那這個後面這個RSI 才會開始出現一個往下走的走勢 整體來看 RSI就大概就落在30跟70這個區間 只要是往下跌破 往上灌破都是不正常的 這樣聽不懂 但是齁 最有趣的是你看這個紅線的部分 這個RSI70喔 那從2018年以來 是動不動都突破 動不動都突破 所以超賣有什麼嗎 沒有 那個這個過去幾年來這麼常見 好 董哥會不會是70太低了 對 因為在台股喔 包括老王自己在使用RSI 我也不會用70 太低了啦 以下就到了 這個超賣也不會用30啦 我們都用20跟80 而20跟80 就是我們一般在運用KD指標 也會去用到的一個數值 就是20跟80 好 那就照著各位的意思喔 如果我們移到80 好 過去到80的次數就明顯比較少了 對 對不對 那這一次啊 目前啊 目前這個NASDAQ100 就是很多科技股 很多科技股的指數喔 目前已經超越了80 那而且超越80 你把這個對過來喔 已經來到了2018年 當年的RSI的高點的水準 這什麼意思 過熱 就告訴你 可能很過熱了 這一個圖表要告訴你的 這個作者要告訴你的事 彭博要告訴你的事 指數有過熱的風險喔 指標已經過熱 但我要跟你解釋的是 過熱之後還會怎樣 動畫 你剛才講這70 你看多少是超越70之後 就一路往上走 就代表它是碰到70就轉頭嗎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沒有嘛 它是不是走了一段才轉頭 那如果你說移到上面80來 你看清楚這裡好不好 它是80又繼續往上走一段 這個就叫鈍畫 鈍畫就代表指標 菜刀如果燉了能夠切菜嗎 能夠切肉嗎 燉了就代表沒用 所以這個地方 看起來是過熱 但有沒有可能鈍畫 有沒有可能像他這樣 再走一段 我就問你 如果你在他剛剛突破80這邊 就賣掉股票 那後面這一段呢 董哥 那魚尾了啦 魚尾留給別人賺 對對對 對對對 你每次魚尾留給別人賺 後面魚尾都最大了 魚尾比魚身還大 你知道那個尾巴超大 整個畫面都是魚尾 不是這樣講的 事實上喔 如果你有在研究RSI 或研究KD 如果我在我的會員 99的會員晚報有教過 那種RSI鈍畫或KD鈍畫 通常後面的漲勢怎樣 都很飆 因為通常你要鈍畫 什麼股票會鈍畫 弱勢股會鈍畫 弱勢股會超買嗎 通常會鈍畫的股票都是很強的 他們就很容易搶著很強 所以我解決了 我解決你的疑問了 那過了 是過了沒錯 不然勒 是過了啊 那不用擔心嘛 我還有幾個理由 可以提出來讓大家不用那麼擔心 我出國期間剛好做了一集 那個七月不要放空 對啊 點率很高 大家又充滿了信心 我再做一集 讓大家更有信心對美股 畢竟我是大多頭總司令 我必須要給大家很多信心 來 這是什麼 這是美國的家庭 美國家庭 然後的資金的配置 其中一項叫做股票 美國家庭的股票配置 目前已經來到了歷史高點 大概接近35% 哇 美國家庭對股票配置 已經接近到歷史高點 代表很多的人 美國人都在玩股票 為什麼他們會想玩股票 因為股市很強 他們就想玩股票 所以如果大家都繼續想買股票 股票就有買盤 源源不絕地買盤 就能推動股票往上漲 就在2020年疫情當時爆發的時候 美國不是發一堆救濟金嗎 那後來當時有做民意調查 問那些人說 你領到救濟金之後 你最想做什麼事 你知道當時的美國民眾 幾乎第一件想做的事情 都是去買股票 後來美股不就漲上來嗎 對 所以買盤很重要 買盤很重要 那有人可能會說 董哥 人多的地方 不要去 聽起來有道理 這麼多人在買 那大家都是有錢人 那誰來當韭菜 這個表格 其實我稍微認真地研究一下 這個表格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因為它這個統計 很有可能的統計 是大多數的主力大物 他買的股票的份額 也被計算到這裡面來了 你先懂意思 就是說 其實買股票 不是每個家庭都有買 但是因為大戶主力買很多 被平均了 就感覺說 哇很多人在買股票 如果你從這個角度去思考的話 那大戶主力買股票 他們一直進場買股票 是好事壞事 好事 也是好事啊 對嗎 對 這張表格 如果你要去對照過去幾個崩盤點 大概是比較明顯的 像是2008 2009這裡 那2000年的話 在這個地方 2000年在這個地方 泡沫 在這個地方 這個.com泡沫 其實你可以發現 它在一路持有這個往上的過程 股市是不會崩的 就是家庭的股票的配置 比例創高 它如果持續的過程 這股票是不會崩的 美國市場是會hold住往上 因為我剛才講的有買盤 當然在開始出現轉頭往下的時候 那個你才需要擔心 上上這2000年 還有2008年那種大股災 都是出現轉頭往下 代表不買股票了 大戶主力不買股票了 或是最原始 我們來解釋這份 就是很多家庭也不買股票了 那買盤少了 人人都 像現在台股每個人都想買股票 突然有一天大家不買股票了 你就知道行情怎樣 冷了 航行冷的時候節目根本沒人看 現在節目動不動都一堆人在看 動不動都10萬了 大家想買股票嗎 那代表現在人氣還在不在 在 所以這張圖可以這樣看 如果你從我剛才講的解釋 這樣的角度去看 那你也不用緊張 這個創高反而是好事 代表很多人在買股票 代表主力在買股票 那如果能夠繼續推上去就更棒 你不要看到一個反轉下來就好 不要看到反轉下來就好 了解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所謂的估值泡沫 那其實就是這個指數它是什麼 你自己看這裡啊 希望跟夢想的比例 希望跟夢想的比值 現在已經來到了2000年 2000年在這裡 已經來到2000年11月以來的 接近了高點 希望跟夢想 S&P500希望跟夢想 那它這怎麼算 它這個公式 它就算這個 S&P500指數成分股 未來某一段時間的估值 預期的估值 而這個估值如果是往上的 這個指數就會往上走 估值會往上 本益比大家會往上估 代表大家現在很有信心嘛 你一定是覺得 未來這個股票可以賺更多錢 然後這個市場可以更熱 所以你才會估值 你算出來估值才會往上走 今天如果是一個大空投 小編你怎麼算估值 大空投估值要砍啊 你以前如果想要有40倍本益比 大空投你只剩20倍了 反過來 這個估值 所以你看這個 所以這個就叫希望跟夢想 因為你估值往上 這代表你有希望 你有夢想 未來美股會長 而這個比例 這個比值 目前已經來到0.65 已經 什麼 往上走 不但是 稍微突破了2020年的高點 也接近了2000年當時 2000年什麼事 打抗泡沫 所以也有人會拿這張告訴你 估值現在進入泡沫了 有風險了 指標過了 估值又太高 因為2000年估值來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 打抗泡沫 崩盤啊 那你現在你說這個比例啊 就是市場上對S&P500的希望跟夢想啊 又跟2000年那時候一樣了 大家又太樂觀了 大家都太有希望 太有夢想了 要崩啊 會崩啊 這不是我的想法 只是這張圖要告訴你 但是我的想法是 崩你一個 崩你一個崩崩 崩你一個崩崩 來一個崩崩 來一個崩崩 只要比值可以往上衝 那就代表我們還有希望 那就代表大家有很強大的希望夢想 就代表這個股市還在多頭市場 你算出來的估值才往上升嘛 你看到它反轉了沒有 還沒 這是關鍵 所以沒有看到反轉之前 估值都持續被上調 這個公式算出來 希望跟夢想指數就一路往上走 那代表每一股還在多頭啊 這邊2000年爆發的打抗泡沫 那是因為開始往下走了嘛 沒有人想買股票 大家對未來開始產生的前景沒有希望了 你對前景沒希望 你沒有信心 你沒有夢想 你還買股票嗎 不會 所以我今天我的圖表解釋 都跟人家想表達的不一樣 我都反過來看 因為我就是大多頭總司令 要挑嗎 小朋友我想的沒有錯 本來一個東西就有兩面不同 不是兩面喔 可能有很多面不同思考吧 對吧 它同樣的一個數據啊 你可以這樣解讀 你也可以那樣解讀 那就看大家相信 大家覺得 大家覺得誰講的道理嗎 你自己可以衡量嘛 好 那今天分享這麼多的證據 來讓大家更對於美股接下來 常見的多頭趨勢有信心之後呢 我還要再補充一個 大補帖 就是讓大家信心更加充足的一張 關鍵的歷史資料證據喔 這是什麼 這是S&P500指數針對過去前一整年當中 前117天交易日所做的統計喔 來大家可以看到喔 目前喔是上漲15% 那這個15%喔 其實在過去的歷史經驗以來 S&P500指數喔 它沒有特別強耶 很多人想說哇今年老王說是大多頭對不對 真的好強喔 美股一路漲 但我告訴大家 對S&P500指數來說 今年目前為止 前117個交易日所 漲幅還排不進前10名 還排不進前10名啦 所以不是什麼超級大多頭啦 就是一般的多頭啦 S&P500的漲幅來看 目前漲15%左右嘛 對吧 但我要告訴大家喔 事實上今年能夠漲15% 已經是很強的一個表現了 董哥你怎麼這樣說 你仔細看這一排喔 這是什麼 這是總統選舉年的 前面一排都是NO 前面這些漲勢啊 在前面117天的漲勢啊 雖然贏過今年啊 但是他們都是沒有總統選舉年的 那你看這20次過去歷史經驗的 S&P500的漲幅排行啊 只有兩次 就這兩次 排得進去 其他都是非選舉年 換言之喔 選舉年的上半年喔 通常表現 不是很好 都是叫下半年才開始什麼 加溫 因為上半年先讓它跌嘛 你下半年那個拉起來的力道才有感覺嘛 小朋友問你 現在美股已經漲到這裡了 下半年要有選舉行情怎麼辦 哇 那要更拉 拉到更遠才有感覺耶 所以以前的慣例習慣都是 選舉年會漲 問題是呢 選舉年上半年可能先跌 跌完之後有低點了 再輕輕把它拉起來 人民就有感嘛 你如果從2000點要漲到 2000點要拉到的感覺 你要漲到3000點 對吧 那可能有點辛苦 那我如果讓2000點先跌到1500 1500再稍微拉拉拉拉拉拉拉到2000點 你就很有感 你懂這個感覺嗎 過去的經驗是這樣 所以今年算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那我們有個歷史數據要參考 就是這裡 上一次的選舉年 在上一次的選舉年排的進去 前117天排的進去這個表格裡面的 上一次在這裡是1976年了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了 超久對不對 所以今年難能可貴啊 難能可貴啊 代表我們預測今年美股大多頭 這眼光是獨到的 你懂我意思嗎 我在1月1號預告了 來 那你過來看一下上次1976年的經驗 在117天交易日過後 是前面177天嘛 之後 就從第118年 118天之後一直到年底 2year end嘛 到年底呢 當時1976年 是又漲了3.2% 就再多漲了3.2% 那如果一整年呢 也總共漲了18.5% 就比原本117天的14.9%還要多 所以這個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什麼 小編 還會再講 哦 直球對決哦 正面結論哦 yes of course 按照歷史經驗 這一整排只有兩次yes 那這個上一次歷史經驗夠不夠重要 重要 我們始終相信歷史會重演嗎 我們始終相信 以同為敬可以正義觀 對不對 以人為敬可以明德師 以史為敬可以怎樣 知心替 我們都始終相信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 那就是今年 而且1976年的前117天 漲了14.9% 這次15% 數字有夠接近 幾乎一樣 既然都幾乎一樣了 後面有沒有機會複製 有 所以我認為 SNP無牌指數 在接下來一直到年底 至少啦 應該都還有3%的漲勢 我的想法 我的看法 過去的歷史經驗 那到底會不會呢 不知道 我們等最後的結果來印證 看是打臉老王 還是 再給老王一個讚 好不好 今天節目就聊到這裡囉 感謝全國觀眾的支持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嗨大家好 我是老王 今天要來跟大家宣導 假投資真詐騙 近來啊 詐騙集團非常猖狂 在網路社群 或者交友軟體 來主動接近被害人 並且假借股票 虛擬貨幣 期貨 外匯以及基金等等的名義 吸引各位民眾 加入Nine的投資群組 初期呢 會讓各位民眾小額獲利 後面呢 就會告訴你要更多的資金 才能有更多獲利 等等的說詞 吸引各位觀眾 引誘各位民眾 加入投資的網站 或者是下載他們的APP 來賄賂更多的資金 後續呢 他會告訴你 喜馬量不足 或者是要追繳保證金 IP異常等等的理由 來拒絕您的出金 那當民眾發現自己的帳號 被凍結了 或者網站已經關閉了 這時候才發現自己被詐騙了 所以老王這裡要提醒大家 只要是高獲利 必定伴隨高風險 當你聽到 保證獲利 穩賺不賠 這樣的說詞 必定是詐騙 民眾呢 應該要選擇 自己有研究 而且熟悉的投資標的 不要親信來源不明的投資 或者是網站 以及一些網路的連結 如果你聽到遇到 要你加耐 才能進行投資的 必定就是詐騙 老王在這邊 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第二分局 一起關心您 王以龍老王吉普會投顧 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並致付投資風險 字幕提供